你太不用意了 老爸对不起你 他就给我唱了一场短信 他说你愿和我一起共同修复前面的道路吗 大家好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收看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梦想挑战类节目 越战越勇 接下来为现场的所有朋友 介绍一下本场的五位评委 首先 节目主持人方琼 歌手王二妮 歌手吕薇 还有歌手刘和刚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耿维华 今天虽然有新评委 但是我们是老规矩 谁能够站到最后 笑到最后 并拿走那只专属银画筒呢 现在我宣布越战越勇 特别记 为梦畅想 现在开始 大家好 我叫王玉成 今年43岁 来自陕西野岸 唱歌手完全遗传了我妈妈的贴富 今天我对着我和妈妈的梦想 登上了姚思的这个大舞台 我一定不会让妈妈失望的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今晚的一号挑战选手 王玉成 有请 欢迎访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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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教我一下 我让王尔尼教方熊 看我们俩谁现场学的能力强 哪位老师好 哎呀 那我是不敢跟王老师比较 你是想让我学还是不想让我学 学呀 我跟人家二妮学完了 然后我去当陕北歌后去 对 你假的二妮会教我吗 那也是 真的可以吗 我做主持人 首先听听您这边有什么方法 首先呢 咱们这个沙尾名歌 从我的理解是 那个 一个学手期开始呢 我学会一个大德 就是咱们这个 这样的 他就是 拿一个读习 慢慢的读字扔出去 这要就是 唱这个沙尾名歌的点 就记住 真棒 杨范老师真棒 因为我手机 没有问题 这除了这个呢 除了这个 这就是咱们这个 唱高音的时候 假如就是唱 山丹丹开花 红艳艳 还有什么技巧 那个呢 就是 咱们首先看 塞带的花 那边开的红花 就要 那个好看 所以呢 你就望得远一点 就能开到那个花 我看见了 那有一个穿红衣服的阿姨 系个蓝围巾 就是那鲜花 对啊 是吧 好好好 高音 高音的技巧是 这个要 往下 来吧 杨范到你了 先往远看 是吧 沙大大的那个开花 有 好个眼 直接来那个吧 马中学 领导后 在 劲儿大了 是吧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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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咱今天教学 先到此为止 咱先了解一下 我身边这位选手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是咱们菜油茶的一个白用工 就是装那个油管的 油管呢 重量是180几个住 180几个 两个人往上炒一贴 一个人平均 两个人平均一贴 就从370个 三百多个 对 哦 那做这工作挺辛苦的 就是辛苦 所以您刚才教我唱歌 什么要往下去 那其实跟唱歌没关系 这是您习惯动作呀 哦 是的 哦 那后来怎么就开始研究唱歌呢 因为呢 我一直喜欢唱歌嘛 所以呢 是我妈妈 这次给我抱着咱们这个 这个 游战游泳 说人家 咱们塞北的好多学生都去嘛 你也能看了吗 所以我今天就来到这个舞台了 终于 对着我妈妈的梦想 我妈妈来了 所以 今天我一定不会让我妈妈失望的 谢谢 来了妈妈跟我们招招手 让我们认识一下嘛 妈妈 找一下手呀 给大家 嗯 再一起来吧 妈妈 阿姨 您觉得今天那个孩子在台上表现得怎么样 好 我挺高兴 谢谢妈妈 哎 阿姨 您喜欢听二妮的歌吗 喜欢 想让二妮跟你儿子合作一曲吗 想 想 来吧 您喜欢听什么歌 让他们俩合作一曲给您唱 他改收理 好 赞收理 好 赞收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朴实 妈妈请坐 谢谢 也要感谢王玉成 今天代表我们全国的石油工人 来到我们这里进行挑战 您是我们今天第一位登台的选手 所以首先我会请您到 类主区等待下一位对手 祝您好运 谢谢 来 加油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认识一下 下一位登台挑战的选手 大家好 我叫高斌 今年25岁了 我是一家馄饨店的老板娘 大家都叫我馄饨姐 每天早出晚归虽然辛苦 但是我喜欢这份工作 因为我可以随时随地的歌唱 一边煮馄饨一边唱 每天可充实了 我煮的馄饨可好吃了 欢迎大家多多光顾我的小店呀 掌声有请今晚的二号挑战选手 高斌 有请 哎呦呦我帮您 我帮您 谢谢 谢谢 主人好 评文老师好 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帮您拿着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烟台莱州的 馄饨店老板娘 我今天给大家带馄饨来尝尝 谢谢 123456 还有我的 谢谢 谢谢 哇 还热着呢 嗯 太好了 我正饿着呢 真是饿了 你好你好 您送的真是及时啊 中午就没吃饭 您这个卖馄饨卖了多少年了 生意怎么样啊 我刚卖馄饨还不到一年呢 然后生意还挺好的 因为就是我喜欢唱歌 然后店里呢 去吃饭的大多数都是上年纪的叔叔阿姨 然后到店里吃饭点一碗 唱一首歌 点一碗唱一首歌 你这是买一送一吗 买一碗馄饨 送一首歌 这属于套餐 那你这每天 唱多少歌 对啊 我们就知道你每天的销量了 现在至少六首了吧 一般都是就是说 一天卖的比较好的话 七八十瓦 那个小店的面积有多大 50个平方左右 50平方那还可以 小店 我能问一下你大学的时候学的什么专业吗 我没上过大学 那个当时考上大学的那一年 因为我爸爸的腿不好 正好是赶上做手术 我就说要不不上了吧 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 然后还有个妹妹 我想着下来打工 然后跟妹妹上学吧 就这样 那爸爸今天陪你来了吗 对 爸爸来了 爸爸就在那个校园 妹妹也来了是吗 对 妹妹也来了 来 欢迎你们 欢迎 咱们给请上来吧 好不好 好 来请上舞台 来 有请家里的爸爸 还有妹妹 欢迎 其实挺想知道的 因为刚才这个 我们的选手 也在讲他的故事 当年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梦想的 对 当时由于是听说是您的身体 包括家里出了一些变故 他就放弃了很多 是是 所以当时您作为家长 您作为爸爸 当时吧 就是我这个腿 有一个 动了一个小手术 正好吧 这个这个这个 二官女 又考上了重点高中 这不 这接二连三的事 使孩子放弃了 上大学的面子 就一心想着 给家里分担 承担一些 减轻父母的负担 但是当时孩子有这个想法 您 我是怎么考虑的 我是不乐意 我说你 你上吧 我卖这个 砸锅卖铁 也要供给你 上 上了个大学 他说 我看你们这样 我心疼 我就不上了 这到现在吧 在济南卖混乱 早出晚归的 我看了也心疼 确实的 真不容易 师弟也挣过多少钱 他现在 还要供给他的妹妹 将来以后 还要供他上大学 他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们做父母的 愧对自己的女儿 女儿 你太不用这意了 老爸对不起你 爸 您的心情 我们特别都理解 他这个爱好唱歌吧 也是遗传了我的记忆 这句话说的还 还蛮自信的 是是是 叔叔您跟我们唱唱呗 您平时都唱什么样的歌 您来首什么歌 来首 这个杨红吉老师的 滚滚唱江 哇 东湿水 也算是给我管理 家家一周周围 好 滚滚唱江东湿水 浪花淘尽 你不至于英雄 你不至于英雄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姐姐就一直跟我到高中 她还有想法要跟我到大学 觉得就特别让姐姐承受这么多 觉得特别对不起姐姐 然后我想说谢谢姐姐 我一定会努力学习 争口气然后抱她 知道努力就行 到哪我就空到哪 用你的学习成绩 用你的努力去回报姐姐 回报家人对不对 所以挺好 希望这个家人 今天这个温情的环节 是给你带来一个正能量 不会让你的情绪受到波动 影响下面的演唱 不会 这样接下来 你也不用把我们这当成 这个中央台的舞台 你就把这当成你们家的馄饨店 来吧几位 还要加餐吗 没吃够 没吃够 我们先听首歌好不好 行 来吧这样 我们到台下给你加油 好吧 好嘞 谢谢 谢谢 好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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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你好 你好杨范哥哥 好可爱啊 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何妍 来自吉林辽园 今年19岁 是一名普通的二人传演员 哦 19岁 已经是演员了 哦 那好 现在就已经开始表演了是吗 是的 哦 要你给大家唱一下 这么的杨范哥哥 这不吗 我家那边吧 现在呀 有一个节目 就是有一个二人传大赛 大赛人家都说 说何妍你要去啊 就是你指定能拿个名次什么的 那你去啊 我也想去 我这没有搭档啊 没有搭档不能参赛 没有搭档不能参赛 啊 我就希望你帮我完成这个 帮我们选手圆梦的事 那就是主持人应该干的 二人传也擅长小拜年是不是 对啊 争变里来试试心 是的杨范哥哥 我现在给你讲一下这个戏 还有戏啊 对啊 有戏当然主要了 咱们俩就是两个任务 我呢就是演你的妻子 你演我的丈夫 您就是整天游手好闲 什么都不做 然后就是 我在家啥也不干 大爷 那你可能做出 我呢就是演一个小媳妇 成天刷碟子刷碗 洗衣服做饭 什么脏活累活都我干 那没办法 跟我过日子就得这样 然后呢 咱们俩有一句台词 有一句台词 上场之前呢 我就说一声 我说老公啊 咱们俩回家过年了 然后我说呢 那你就说 你说好嘞 我这日子过的呀 是太舒逃了 我的日子过得太舒逃了 对 好好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还得有道具 有道具啊 来 咱们俩回家过年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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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啊 我这过得太舒逃了 怎么的了 怎么的了 我这能舒逃吗 你不说我在家是享受吗 你看 小孩子你怎么 垂头丧气的呢 是不是因为你妈不管你啊 这一年365天 364天我都干活 就过年这一天 我让你回家 拎个东西 背着我 你都不干 哎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再表现一下 把那词说出来 不能有怨言 是不是 再来一遍 谢谢大家 稍等一下 小孩子 小孩子 过年了 啊 站起来 不是 你的情绪也太不好了 我 我 我还没说呢 你是 咱们央视的大主持人 说出来的都是出口成长 我说老公 咱俩回家过年 你就一个啊 就给我 哈哈 我应该 我应该再主动一点 你一个啊 完 你就 你就给我撂着了 啊 就是一个啊 有点 对于生活有点敷衍 是啊 好嘞 我的日子过得真是太舒坦了 老婆 我们俩回家 好 老婆 我的日子真是过得太舒坦了 不会 这一变情绪 我的眼珠都快飞出来了 我是怎么教你的呀 老婆 我的日子过得真是太舒坦了 我是这么说的吗 那应该怎么说 我说老婆 我的日子过得真是太舒坦了 乐和了还不一样啊 是啊 那再 还来啊 别来了 都没有道具了 全都给你挂上了 直接开始了 关键在这儿老甩子甩子孩子也受不了啊 谢谢 咱们就这么地吧 谢谢 整夜里来是新年啊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家家团圆会啊 烧给老百年啊 也不论那男和女啊 哎呦呦呦呦呦呦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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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十咱俩再参赛再去吧 行吗 那时候她都四十多了 让她参赛吧 谢谢掌声给她 和颜是吧 跟我们说说吧 你家里什么情况呀 怎么能培养出来这么一个 这个乐观开朗 然后这么喜庆的一小姑娘 就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家庭 怎么说着就要哭了呢 因为从小不到一岁的时候 我的父亲就意外死亡了 然后母亲就抛弃我就走了 一直都是我的二大爷在抚养我 所以你说的特别爱你的这个家人 就是我的二大爷 二大爷今天来了 是她一直抚养你长大吗 从一岁开始就把你带大吗 是 从小把我带大 然后跟我上学 自己带着我在城里 住着一个合租房 那个时候我还很小 你二大爷有家吗 他有家 那个时候找了一个媳妇 然后我们家都 就是没跟他说我这个事 然后有一次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 然后我因为我二大爷跟我说过 说那个初小让我管他叫爸 完了那天就说让我改过来 然后让我管他叫二大爷 然后我一开始其实我记住了 后来我就一下吐了嘴 然后我就叫了一声爸 然后等于你的二大爷在他的那个新的家庭那边 对 就出现了问题 是 然后因为我离婚了 哦 就因为这一句爸爸吗 产生了挺多的矛盾 就是女方家里感觉说有这个事为什么不说 其实我感觉我挺累赘的吧 二大爷 哪 进来了吗 来了 哪 哦 哦 您是 小何也不哭啊 我控制一下情绪吧 你好 何言 你要懂事啊 你也今天稍稍控制一下情绪 因为接下来你要表演 我们特别能理解 这样 咱们把二大爷请上舞台 咱们听听他怎么想的好不好 我们采访一下吧 这个何先生 当时为什么您会选择带这个孩子 因为那时候您并没有成家 因为那个时候一场意外嘛 他爸爸就不在了 我想妈妈又抛弃了他 非常可怜 一个孩子没有父爱 因为他是我亲弟弟嘛 我想就即便是我 没有结婚 我这一生不结婚 没有家庭 我也要养他 我也要帮我叫爸爸 但是我也考虑过 以后如果我结婚了 我的老婆会不会接受他 所以就等于他慢慢懂事以后 他眼中的你 其实你就是爸爸 是的 他知道 那您现在呢 现在又成家了吗 成家了 但是我没有 我想等他长大了 成家了 有了一个归宿以后 我再考虑这个事情 所以何先生 今天其实您来得特别好 我们也特别能理解 何眼在这个舞台 他情绪有一点点崩溃的原因 因为他觉得他很自责 由于他的存在 他觉得让您过得不幸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您对他说点什么 可能会更有帮助 爸爸希望你 今天演出成功 然后不要想那么多 你永远都是我的孩子 你永远都是我的女儿 二老公娘 希望你开开心心 对爸爸在什么都不用怕 我永远永远都站在你的身边 他经常对我说这句话 我这样告诉他 不管爸爸在哪里 我一直在你身边 每次打电话 发信息 每次都会跟你玩 就是我永远都会站在你的身边 不管怎么样 你的后面还有我 就是都经常这样 真的 我告诉他不要怕 所以我想在一个家庭当中 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 什么叫做大爱 不管是二大爷也好 其实我觉得 让我们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什么叫做家庭的亲情 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份亲情 可能让何妍今天在舞台上 能够有那么灿烂的笑容 带给我们 其实他内心 是有了很多的爱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何妍 刚才二大爷不是说了吗 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 你在什么时候 他始终站在你的身边 我觉得今天你在这个舞台上 也当着所有人的面 大声地叫他一声爸爸 给他一个真真气力的拥抱 好吗 我的老闺女 爸 这么多年你幸福了 老闺女 老闺女 我一切都过去了 爸爸加重地给你准备好了 你好老公 祝你演出成功 好吧 那你笑一个给爸爸 我的好女儿 加油加油 有大声地子孙 三小耳 你笑一个小的我 在太阳楼 太阳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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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爱就要 有 山里的人 这里的山路十八万 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这里的山河排队盘 这里的山河穿对穿 十八万 弯出了土家人的清兵战 九连环 变出了土家人的主宝坎 没有这排队盘 就不能是不不的表情 没有这穿对穿 就不能缠绵绵的表爱恋 排队盘呀穿对穿 排队盘呀穿对穿 排队盘穿穿 穿穿排盘 都连着土家人的梦 和盘 和盘 你今天等大爷的点评 和盘 我的心在颤 你的不幸 我能理解 但是我更加感谢 你的二大爷 后来你叫一声 爸 那一声 爸 叫我崩溃了 因为我特别能理解 这样一个男人 他所付出的那种艰辛 不多说了 谢谢老师 祝你越来越好 谢谢您 来 接下来 我们把当前的类似 请回我们的舞台 让我们有请高斌 接下来 这一轮的反对跳 从更为华的那时 高斌 七月的草原这首歌 就歌曲的难度来讲 要比山路十八弯 要高一些 无论是他的花腔 他的高音部分的展现 他的节奏的准确性 要比 和盐 好一点 所以尽管 你让我流了这么多泪 但是作为专业性来讲 我还只能把反对票投给 何爷 抱歉 其实我觉得 我是一个挺 我是一个挺 能表达的人 但是遇见你们俩我突然间无语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如果 从 对舞台的诠释 对歌的诠释 的整体感 和舞台表现 我更偏向于河岩 我更偏向于河岩 我更偏向于河岩的一个享受 那 小朋友呢 才十九岁嘛 对吧 而且的确就是 在舞台上的很多 沉淀的东西 还是要再积累一下 可能以后爆发的会更加灿烂一些 好吗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王尔妮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和颜 如果作为喜剧演员来说的话 我觉得你很全面 因为我觉得你很适合演小品 但是单单从《这儿八经》的这首歌曲来比的话 我认为高宾发挥的更成熟一些 所以 其实也是很纠结的 不好意思啊 结果已经出来了 在这里有宣布 祝贺我们的类主高宾 手类 成功 希望你好运 加油 接下来通过短片 让我们认识一下 今晚四号挑战选手的个人资料 一起来看 大家好 我叫王柱 我今年已经76岁了 别看我现在头发都是白的 我的心可是年轻的 我喜欢接触新鲜的事物 喜欢追求新的东西 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忙忙碌碌碌的 老充实了 今天来到越战越勇的舞台 让大家见识一下我们70后的风采 越战越勇 我来了 掌声有请 今晚的四号挑战选手 王柱 有请 哦 家明老兵你好 家明老兵你好 说错了 杨帆 家明杨帆 我老弄混了 您知道您这一句话 杨帆 李家明他得多开心 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王柱 来自北京石井山区 我是一名守纲的退休工人 欢迎 您能给我讲讲吗 就是当年您在练纲的时候 跟现在那个练纲的工人 那个环境应该不一样吧 要说练纲啊 那个时候呢 这又苦又累又热 跟现在没法比 因为那时候 不是现代化 全是手工操作 所以每天工作以后啊 那真是 全身都是汗 下班以后 鼻子眼 是黑的 眼圈 是黑的 全污染了 如果是修炉的时候 那我们得钻进炉里面 怎么钻呢 啊 吊车 把我们 吊在这个 炉子中间 周围全是红通通的 这个炉壁啊 在那儿就只能站着 不敢洞壳 为什么呢 这一洞壳 这裤子是烫的 就烫肉皮子 在那里面也得有十分钟 或者二十分钟 才能把这炉子修完 所以你说这个辛苦劲 那没法提了 所以您这个 在几十年的工作当中 应该是特别辛苦 而且可能随时还 就会伤照自己 对 虽然辛苦 我感到非常光荣 因为这要发展重工业 钢铁工业 那是领头羊 没错 所以我们生产的每吨钢 都用在祖国的建设上 而我们工业上 建筑上 也离不开钢 机器上 也离不开钢 所以钢铁 是我们的命根子 好 说得真好 所以到退休以后 咱可好好休息休息吧 退休以后 我觉得没事干 怎么办 有浑身的劲 说不出去了 是吗 我会唱歌 我就到各个合唱团 去 在您的这个 跟老伙伴合唱的过程当中 有您认为 合作的特别默契的朋友吗 有啊 这个 有人 去年 我们组织了一个 骑士组合 为什么叫骑士组合 就是 我们仨都是七十岁以上了 谐音 骑士组合 这么个骑士组合 对 骑士组合的那些人来了吗 来了 来了 就在那 我们那两位 咱们把这两位 骑士组合的成员 请上我们的舞台 来 有请 白头发 有请 有请 我叫张国森 今年七十二岁 退休之前是 受货员 受货员 欢迎您 大家好 我姓胡 我叫胡秋红 我要是来自首钢 那平时你们的组合 都唱点什么样的歌啊 表演什么样的节目啊 我们组合以后啊 就觉得 竟唱那个老歌 太不信心了 我们虽然七十多了 得回到年轻的时候 所以 我们就练了一首 青春 修炼手册 修炼手册 不会吧 这样 如果不影响 一会儿您的表演的话 咱们三兄弟在台上 三位老先生表演一下 好不好 好 可以 跟着我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 冲我 这首歌 陪你快乐 你有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鼻子 眼睛动一动耳朵 妆怪 刷牌 翻覆听光歌 精彩有太多 未知的猜测 承招大烦恼 算什么 好 《我爱上我》 停血操量 欢算西风 飞带上一颗辣的梦香 我的勇敢 充满点亮 烫烧到达每一个地方 这世界的太阳 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 这舞台的中央 有我才善良 有我才能发着光 本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中国 这首歌欠你快乐 你有没有爱上我 本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 妨怪转转换不停放歌 青春要猜脱未绝的猜测 成长的烦恼断沉默 好 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骑士组合 来 我们到台下给他加油 好吧 来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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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你的定色更加美好 我愿出手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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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给王叔叔 因为我觉得 混沌节你也应该能够理解我 我觉得换你 你可能也会把这票 投给我们的王叔叔 所以不好意思 谢谢 王叔叔 其实 从您的年龄来说 我觉得声音状态 其实非常好了 如果真的是 我们这些人到了七八十岁 我都不知道真的 有没有那样的一种声音状态 唱得也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高斌呢 他可能毕竟年轻 他的声音状态 还是更漂亮一些 更好一些吧 所以特别不好意思 我投您一票 淘汰票 王叔叔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我还是 投高兵胜出 然后只能把反对票给您了 您要是对我有意见的话 下次我作为这个合唱队的指导 我免费给你们去指导 行吗 好 实话实说 从唱的角度 那个高兵 就是特别的好 真的特别的好 但是呢 从尊老爱有的角度 我还不能 失去 我的一颗爱心 所以 所以这个 此时此刻 我 要把 反对票 投给 高斌 向对手 输入 完了完了刘鹤刚啊刘鹤刚 您是作为唱父亲这首歌 成名的歌手 以后您的那个忠实的粉丝群 叔叔那辈子 是不会再听你的歌了 他也去那个义务去合唱队教学 我不是义务 我不是义务 我是自己带着费用去学习 带着费用去学习 祝贺高鞭 祝贺高鞭 当然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身边的王祝王叔叔 向您也向我们国家的第一代钢铁人致敬 谢谢你们 加油加油 祝您健康 来到这儿咱们让专家听一听 小齐究竟适不适合在音乐乐台上面发展 走音乐这条道路特别的艰难 我觉得是一种爱好可以 把节日的酒杯 真满快乐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一起认识一下下一位登台挑战的选手 一起来 大家好 我叫齐可欣 今年21岁 是一名会计专业的大三学生 这次来到月站月勇 是妈妈给我报的名 我觉得这个舞台对于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要证明自己 齐可欣加油 越战越勇 我来了 掌声有请今晚的五号挑战选手 齐可欣 有请 我看那个资料上写的挺有意思啊 我们导演特意给我一个小提示 说您会唱多国语言的歌曲 好多外语歌都会 都是自己自学的 你上大学学的不是外语专业是吧 不是是会计专业 会计专业 对 对 你看我这点了啊 法语歌能唱吗 OK 西班牙的歌曲 韩词 韩语 缅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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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听过 但是呢 在没有学过外语的情况下 什么这些语言都没有学过 但他练了这么多种国家语言的歌曲 还是挺棒的 能跟我们讲讲吗 这些歌怎么学啊 看拼音 就是自己记拼音 就是拼音 我们平时学的那个拼音是吗 对 阿伯茨德 那得写多少 你刚才唱的这些歌 都是你自己把每一个词写下来之后 在唱的吗 有些自己比较喜欢的 就是想学的 或者是想速成的 就自己仔细的记 仔细的背 仔细的跟着唱 然后有些歌就是因为喜欢 然后听的多了 自然就记住了 所以你特别喜欢唱歌 对 而且刚才你其实跟我们唱的这几个片段 我们都觉得你唱的挺好的 但是怎么我看这资料上说 是你妈妈给你报名参加这个节目啊 你自己没自信吗 不是 因为我平时就是说没有太大的自信吧 就是很少上舞台 但是妈妈特别支持你 是吗 就是妈妈就是这两年特别支持 这两年 这两年 看来前两年还不支持呢 是吗 对 我现在是学会计的嘛 你妈妈是想让你做一名好的会计吗 这是我爸爸的主意 跟我们讲讲吧 看来这是一很复杂的事是吗 家里人其实不太支持你唱歌 对啊 他觉得呃 因为唱歌 在我们那小县城 没什么职业可以选择 除了老师 然后他就是想让我做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然后稳稳当当的 我觉得这个阶段啊 你报名参加乐战越勇就对了 因为 其实你也没想好 家长也没想好 来到这儿 咱们让专家听一听 小琪究竟适不适合在音乐乐台上面发展 如果说有这个可能 我们帮你做工作 行 如果你唱的不好 我们帮你爸妈做工作 好不好 来 你做好准备了吗 好的 来接下来为大家唱哪国的歌曲 准备带给大家一首英文歌曲 名字叫做Someone Like You I heard that you sallow down that you found a girl You've married now 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 Gash you gave the sins I didn't give to you Oh friend Why you so shy I like you to hold back Oh I've been lying I hate to turn out but I'm blue I knew why the flight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d hold this in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ow I'm having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Don't forget me I remember your day Sometimes it lasts in love But sometimes it hurts in love Sometimes it lasts in love But sometimes it hurts in love Hey Hey And then it hurts in love See you I think you live in love You can ask you 來聽聽下面這幾位點評一下 肚實無華自然流暢 我挺喜欢你的乐感 也挺喜欢你的声音 也挺喜欢你台上的这种 自然的表演方式 你用你的台上的声音和你的表现 传递给了我一种情感 所以说能感受到 继续努力 还有一点我比较喜欢 作为一个年轻人 有自己的梦想 就勇敢的去拼吧 谢谢老师 我也觉得可惜 她的声音非常有特点 而且她刚刚整个在舞台上的表现 非常的松弛 所以我就一直在纳闷 你唱得这么好 为什么你爸爸妈妈会不支持你呢 他们今天来了吗 对 今天我妈妈和我弟弟来了 来 掌声有请 来吧 带着弟弟 各位观众 还有诚诚老师 晚上好 我每次听我女儿唱歌 我就是忍不住 都要想留下类来 因为我的女儿 从小挚爱音乐 但是因为那时候吧 我有我的小儿子了 没有让他学音乐 所以我心里边 一直抱歉 一直内疚 所以我才给她 报的这个节目 我想对我女儿吧 多多少少有一点弥补 那现在你们 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打算的 孩子已经上大三了 马上就面临着 可能就要毕业 就要工作 上学的时候吧 她爸特别不支持她学音乐 她说学音乐有什么出路啊 将来有不好找工作 然后 现在也是这样的观点吗 她还有一点就是大男子主义 哎呀 拗得很 就是我和我女儿 就改变不了她的想法 就是这样 才学得快 所以能理解 就是可欣应该是 现在跟爸爸 现在之间的沟通 是有点问题 是吗 所以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 就是当务之节 最重要就是 跟你爸爸做一来 好好沟通 爸爸可能急着说 哎呀 把女儿的这个前程 好好的给你安排好 他可能这个心思 我觉得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们都能理解 但是我觉得作为你 你有自己的梦想 你也有自己的想法 都毕竟大三了 你应该也跟爸爸 好好聊一聊 所以你看今天是这样 可欣 今天可能爸爸是没来现场 但是呢 播出的时候 我相信他一定会看 你有什么话 要对爸爸说吗 我就是想说 爸爸不论怎么样 我会照顾自己 我也会继续努力 坚持音乐 就是我希望你能理解 所以总结起来一句话 女儿长大了 其实有自己的想法 其实你想知道 老爸的想法吗 我也想 咱们给爸爸请上舞台 来 掌声有请 她干嘛离女儿那么远 儿子我替你看看 一直以来 我都非常非常的反对 女儿的一个学音乐 因为我觉得 走音乐这条道路 特别的艰难 我觉得是一种爱好可以 但是不能作为一种职业 一种生活 所以刚才啊 其实我们这段都让评委 特别是专业评委 给可欣点评的时候 您其实在台下 您一直都听着看着 大家对可欣的演唱 其实还是非常认可的 所以如果她有机会成为一个专业歌手的话 或者有这个能力成为专业歌手的话 您会支持她吗 会 也听了核心的表达了 也听了爸爸表达了 妈妈表达了 其实家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 还有个小男子汉 小伙子 你姐姐将来当会计 或者当一个歌手 你更愿意让她干什么 是让她唱歌啊 还是当会计 我听你的 唱歌 行 听你的 来吧 谢谢 那我们到台下 给她加油 来 前家人给可欣一个鼓励吧 拥抱一下 来了 接下来也让我们请回当前的泪主掌声有请高宾 接下来从狗维华开始 齐可欣 就在歌曲的层次上 再递进一些 再变化一些 这样的话呢 对你的演唱会更加高级 所以 我只能把反对票 投给齐可欣 齐可欣 我在这里 这一票 我支持你 希望你 继续加油 你唱的这个作品 我觉得 它的难度不在于 有多高 它的难度不在于有多大 难度在于 你用心 去感受了作品本身的固有的音乐和情感 吕薇 其实你们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让人不忍割舍的 一位呢 是为了妹妹你去放弃 一位呢 为了自己的这个理想 她去追求 都非常的可贵 但是可能我是一个 这个搞专业的 这个也是音乐爱好者吧 算啊 所以我更加的支持 齐可欣 其实因为高冰 可能在这个舞台上 站的时间 有点久了 大家对他 在舞台上的表现 有一些 稍微有一些冲淡 那种感觉 但是 我觉得他们俩真的是没有 可比性 而且因为他们是不同的唱法 发挥的都非常好 我对你依然很支持 但是那个齐可欣的话 我觉得还需要去 就是你真的应该去 深造一下 所以我想 在这个环节的话 我把淘汰票 给你 方琼 你来做出一个最终的选择 可欣 其实我非常喜欢听你唱歌 也非常喜欢你的台风 而且 对你这种 在唱歌方面的执着的这种态度 我也很欣赏 但是我觉得 对于你来说 目前是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到家里 坐下来跟爸爸 好好地聊一聊 好好地沟通一下 包括跟妈妈一起 而且我觉得 通过有一个更好的沟通 我觉得在得到爸爸妈妈的支持的情况下 我希望你在音乐道路上 能够走得更长更远 好吗 不好意思 加油 最终结果出来了 非常遗憾 齐可欣挑战失败 而我们目前 依然可以称霸泪主的 就是我们当前的泪主 祝贺高斌 请拿起话筒 来 加油 谢谢 加油吧 来 可欣 接下来 让我们认识一下最后一位登台挑战的选手 大家好 我是谭杰 今年三十岁 来自河南 我是一名音乐老师 唱歌对我来说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唱歌我有了喜欢的工作 因为唱歌才有了现在幸福的一家 今天又因为唱歌 我能有机会来到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 唱歌给我带来了很多幸运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越战越勇 我来了 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今晚的最后一位挑战者 有请谭杰 你好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谭杰 工作是音乐老师 基层的音乐老师 今年多大年纪 三十 没事 我们先多了解 太太也是老师 太太也是老师 是一个学校吗 一个学校 一个单位 一个办公室 当时怎么把这个同事给追到手了 其实是这个追的我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也是 切错切错 你媳妇怎么追的你 她就给我发了条短信 她说你愿意和我一起共同修吗 我立刻回了一个短信 我说我愿意 这个词还挺有意境 为什么要修路呢 那不就是前面的人生的路吗 肯定都是要遇到不同的情况 肯定要修的 是吧 我学校跟你那个差不多 她的意思 家里的以后的搓一板 你愿意跪吗 我说我愿意 你比我惨了一点 接下来舞台给你好吧 来把节日的酒杯挣满快乐 花香还弄醉了多彩的生活 心中是甜蜜 身边是香河 男女老少的脸上当年成熟 来来来来来来来 今日快乐 来来来来来来 今日快乐 回家放回一群 一群白蓝鸽 为我建设一片 一片好山河 一片好山河 韩老师是我们今晚最后一位登台挑战的选手 我们还请回当前的泪主高斌 有请 最后的时刻 最后一轮的对决 接下来有请二位共同步入梦想挑战区 请放上你们的话 这轮的反对票从方琼开始 韩老师 我觉得你现在日子过得特幸福 如果我给你投个反对票 那个 不会影响你幸福的小日子吧 可能暂时心情会稍微有一点点 你这话问的 我是这个看着孩子都困了 赶快带他回家睡觉吧 从你们两个人演唱的歌曲在舞台上的表现 我认为高斌表现得更好一些 所以我把这个淘汰票投给你 韩老师 不好意思 我还是支持高斌 所以韩老师再加油 结果出来了 今晚为梦畅想银话筒的获得者是 高斌 祝贺高斌 接下来请您到舞台的一侧 拿走我们本场的银话筒 继续加油 今晚的晋级者已经开生 不过今晚的节目还没有结束 台下还有五位没有成功圆梦的朋友 他们等待着最后一次获得复活赛的机会 节目的最后 把他们重新请会舞台 掌声有请他们 欢迎你们 来 再次欢迎我们的五位选手 虽然你们五位今晚没有成功的晋级 但是你们的歌声 你们的故事 都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感动和激励 在节目的最后还会给你们一次晋级的机会 现在大屏幕请再次显示他们的名字 石油搬运工王玉成 19岁的二人传小演员何岩 70多岁的第一代钢铁工人王柱王叔叔 另外还有齐可欣和音乐老师 谈结 舞台上的五位选手等待着现场的所有观众 你们的支持 不过在现场观众投票之前 我还特别想再次有请台下的五位专业的评委 说出你们心中此刻最支持的选手的名字是谁 咱们从耿为华先开始 我支持何岩 谢谢 我支持何岩吧 好 谢谢 吕薇姐姐 我支持齐可欣 我支持齐可欣 因为她的声音太漂亮了 要让我支持的话 我支持王叔叔 来吧 当然我们只是说出了心中的最爱 我们想支持谁 但真正的决定权 在现场所有观众朋友 你们的手中 每人都有投票器 来 支持谁 按下编号并发送键 现场的朋友 请投票 一号 王玉成 二号 何岩 三号 王柱 四号 齐可欣 五号 谈结 可以获得复活赛机会的选手是 何岩 加油 加油 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您的陪伴